今天這一集要教你怎麼樣撿信用卡 因為好的信用卡其實人人都會辦 比方說高網購回饋啊 或者是什麼免費停車 但是請神容易送神難 你知道這個道理嗎 很多人辦了一堆信用卡之後 他就忘了很多卡 其實他必須要一年刷幾次才可以免年費 所以你太多的時候你突然忘掉 結果隔年發現要繳年費的時候 你反而非常的非常的緊張 當時候才想到剪卡 可能就來不及了 但是跟大家講一個小秘密 很多人其實是被銀行吹繳年費的時候 他就說不然我就要剪卡了 銀行就會跟他說不用不用 不然再給你一年免年費 所以剪卡可以當成一個威脅銀行的手段 但是我自己是沒有這麼做 我是聽網路上說的 那今天就要跟大家說正確的剪卡的邏輯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剪卡到底該怎麼做 其實不是一開始你就這樣剪剪剪剪 然後就結束了 你以為這上面有3G還是4G網路嗎 你剪了銀行就知道嗎 怎麼可能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剪卡第一個步驟是 拿起你的電話 你撥給銀行跟他說 你要停卡 所以其實你打給銀行客服 確定停卡之後 其實呢你的卡片就已經失效了 但是我建議大家還是把卡剪掉 一來就是 這是一種爽度嘛 發洩 這張卡佔用了我一年的空間 沒有開玩笑的 而是說 卡片上其實也有一些你個人的資訊 比如說 這個 晶片上面啊 你要把它刮花 然後背面的磁條 你也要把它刮花 這樣子 才不會讓你的個資外洩 假設說你丟到垃圾桶 但是被撿起來的時候 才不會有這樣的一個風險 所以記得 第一步驟 是先打給銀行 跟他確認說 你要停卡 可是我跟你講 我自己打過銀行一定會各種理由跟你說 還是說你先不要剪啊 我這一年又讓你免年費 所以很多人就用 剪卡來威脅銀行 免年費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我自己是不會做這樣的事啊 所以 我的態度就很鑑定 我就說因為我沒有用到 之後也不想用這張卡了 他就不會 盧你那麼多了 所以 溝通完停卡確認之後 你再拿起剪刀 把你的卡來準備剪掉囉 好所以呢 拿起你的剪刀 我剛剛已經打電話給客戶說 我真的不要用這張卡 因為這張卡我辦了 幾乎 最近一年都沒有用過 所以我打算把他停掉 來喔 1 2 丹姐丹姐 還有 東西要跟你 提醒 不要這麼衝動 為什麼呢 有三件事要提醒 第一件事 你先去確認你的信用卡紅利 跟你累積的一些優惠有沒有用完 因為 當你把他停卡 剪掉之後 這些優惠就已經 都不能再去兌換了 所以你要記得 你先把你累積的點數花光之後 你再去停卡 那第二點 你的分歧 還有沒有 因為比方說 你 檢卡之前呢 你分了5萬塊 時期 那是不是一個月還5千 可是你在停卡的那一刻 他會把這5萬塊 集中在最後一起的帳單 叫你一次把5萬塊 給繳完 所以如果你手上剛好如果沒有錢 那你忘了你還有分歧這件事情 結果帳單一寄來 發現 我戶頭也快沒錢了 反正停卡會造成 你很大的一個壓力 那第三點是很重要一點 很多人會疑問 那檢卡到底會不會影響信用分數 因為如果影響信用分數的話 是不是得不償失 大家知道嘛 如果你的信用分數被影響 不管是你借房貸 車貸 或者是跟其他銀行要辦信用卡 或多或少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到底檢卡 會不會影響到信用分數呢 答案是 一半一半 為什麼是一半一半 假設你是那種 瘋狂的辦信用卡 拿完新護理 就馬上要檢卡那種奧給 那當然銀行會 想辦法排擠你啊 你被排擠是應該的 你這樣做真的是 很不道德 不過 反過頭來講 如果你要剪的卡片 你一年就只剪個一張兩張 那這個信用卡 你持有也不多 我覺得就我自己網路上收集資料 是不太會有影響 會比較有影響的是 如果要剪的卡 是第一張信用卡 而且那將第一張信用卡 你又沒有持有很久 例如說只有一年你就剪掉 那對你的連真分數影響 是會比較大 因為很多銀行都會參考 持有最久的年數 是多久 比方說我第一張信用卡 從我2015年半到現在已經5年還在用 那這樣對你的信用疲分就比較有幫助 所以如果你的卡不是使用太久的 那你安心的把它剪掉 我相信這是沒有問題的 只有持卡的時間會影響信用分數 或者是你亂 辦了一堆又亂撿了一堆 這樣才會有影響 不然 正常的情況下你就安心的剪卡 好啦來喔 要撿了 321 沒有啊先刮爛了 這個持掉 這個聲音 如果聽了會覺得有點 頭痛的話 請記得按快轉 應該已經 應該已經刮得蠻爛了吧 應該已經刮得蠻爛 接下來是那個 晶片 晶片你也要 把它刮爛 這樣才不會有你的個資被影響 這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剪卡 好不好 來囉 其實比我想像的好剪 哇好爽喔 就是啊你如果手上有那些什麼 要那個一堆年費的信用卡 然後你沒有在用啊 或者是免年費的門檻太高 你就拿出去剪刀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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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要記得 我們前面講了幾個原則 欠了一堆錢之後 然後 剪卡反而剪到自己的權益 剪刀 所以呢有些卡如果 那個免年費門檻太高的啦 或者是說 你拿了都沒什麼使用的話 就把它們剪了吧 不要再讓手上有太多的卡 斷舍離生活才會更好 下次見 拜拜 拜拜